呼噜讲的自己把肚子喝开了 肠子都溜出来了 在河北审判的 是保定审判的时候 我们向永安领导反应 后来经过 永安领导习乖 非常重视把这案子就 指定到河北刑台 指定到河北刑台现在是什么呢 控方把三分之二 据说啊 把三分之二的证据 都排除掉了 三分之二是什么概念 就是这个案子如果指控是 有一千份证据 那么有六百多份的证据 作废了 听着很简单 很公正是吧 实际上大家想一想 三分之二的证据要浪费 国家多大的司法资源 要投入多大的 警力多大的财力 多长的时间才能取得 这些证据当然这些证据非法的 但是在这些非法的